歡迎您收看博士運動網 為您送上的第18屆女排雅錦賽 話在今天呢 最後的一場比賽就是 好久陳旺迪 第一組死亡之組的龍針虎鬥 有穿著藍色球衣的南韓 對上穿著白色球衣的哈薩克 南韓與哈薩克呢 在之前有交手過三次 最近的一次在2014年 那個時候呢 韓國是以3比0 直落3擊敗了哈薩克 發球的是阿納巴耶娃 今天這場比賽的觀戰重點呢 在韓國部分當然是 現在站在前排四號位 他們的主攻手 主砲金眼錦 金眼錦呢 可以說是全亞洲目前最厲害的主攻手 才剛剛在土耳其的賈吉聯賽 協助他的俱樂部 費赫巴切 拿下了聯賽的冠軍 然後就來到了天津 和韓國的大隊集合 這次的探頭球 非常輕鬆的取分 南韓在第一局呢 取得了3比2的領先 這次的亞錦賽跟之前的亞錦賽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呢 這一次打出的前三名球隊呢 將可以取得 2016年 李約奧運的 亞洲區的資格賽參賽資格 那由於呢 2015年的世界盃主辦國 日本已經自動取得了門票 所以剩下來三張門票 就要從四肢傳統競旅當中來爭奪 這四肢球隊呢 就是東道主 中國隊 目前在場上的哈薩克 以及韓國 還有剛剛 以植洛山 擊敗中華台北的泰國隊 一個A式快攻 哈薩克拿下的這一分 剛才得分的是190公分的 納賽德基納 加拉加索瓦的發球 就是近眼鏡的強攻 狠狠的砸在了對方的6號位 剛提到的在去年呢 南韓是以3比0擊敗了哈薩克 不過那個時候的哈薩克陣容 跟本屆亞錦賽哈薩克陣容 不盡相同 那近眼鏡 當然呢 就是南韓隊的唯一主攻手 他們的戰術其實都是包圍著他 圍繞的差而形成的 當他在後排的時候就容易掉分 當他在前排的時候就容易得分 那剛才跳發出界 當然就10分了 得19號的納拉諾娃 才23歲 韓國隊擴殺並接起來 阿薩克後排的進攻 掃出了界外 第一組的死亡之組 除了哈薩克以及韓國之外呢 還有澳洲以及菲律賓 那在剛剛的散事當中 澳洲是以3比1的局數擊敗了菲律賓 阿薩克下手做球 4號為中扣 直接讓對手接球出界 阿薩克的10號也不讓對手的10號專美於全啊 阿薩克的10號是什爾伯格 180公分 73公斤 納塞德基納發球 阿薩克的處理球直接送到了對方的界外區 哈薩克全成了6比6平手 雖然這一次哈薩克的陣中沒有 我們台灣少男喜愛的Sabina 但是呢 仍然是美女如雲 實力堅強 打個被飛 被攔到了 還是要打2號為 阿薩克下手處理過來 又是一個chance 時間差的攻擊 可惜打到了往上面 沒有低時間落在對手 後排的攻擊加拉加索瓦 哇 高難度的這一球被他拗了進去 扎拉加索瓦 在婚後呢 跟著夫姓 原本他的名字呢 是叫做安娜庫洛瓦 在架機隨機 架狗隨狗 就灌了父姓啊 他灌了夫姓啊 可以看到7號的李在英 在4號位的強攻 其實都沒有什麼效用 還好2號位這邊有金熙珍 金熙珍1991年出身 186公分 這是韓國隊正中的舉球員李孝希 在正中算是年紀比較大一些的 1980年的老大姐 金燕晴後排攻擊 直接打到了網上 沒有過網 指的分數來到了8比7 哈薩克領先1分 進入到了第一次的技術暫停 他們把握著金燕錦在後排的時間 充分的利用強攻 搶得分數 那和剛才我們轉播的這場中華台北 和泰國的比賽的風格不太一樣 中華台北和泰國的身材 又越有比較矮小 所以打的戰術 你球鋒呢是比較刁鑽 比較靈活 比較快速 那韓國 以及哈薩克呢 他們就是比較傳統的 開網攻擊 韓國 三大步上去扣殺的這種傳統攻擊為主 那大家剛剛提到了 尤金燕錦 所圍繞的各種戰術 待會在他前排的時候 他換到前排的時候 各位觀眾就會看到了 有三個進攻的選擇點 選擇吊球 哇 就是要趁著金燕錦在後面的時候 好好表現一下 這次有三個攻擊點的南韓隊 攻擊成功取得第八分 這是韓國的排球 雙胞胎姐妹花的姐姐 李在音 李在音呢主打主攻手 他的妹妹 打 他的姐妹呢是主打舉球手 哈薩克的舉球員也是隊長 伊西普特賽娃 這次的救球不急 讓韓國隊再下一場 十三號的普真雅 趁著對手 第二位的籃網球員 還沒有過來的時候 直接狠狠的把球扣到了地上 哇 這球有點危險 單手把他截起來 金燕錦 四號位的對扣 加拉加索瓦 有了後排的立體進攻 但是遭到 哈薩克的雙人籃網 比分來到了10比9 哈薩克領先一分 哇在第一局 雙方就互不相讓 多次交換了 領先 哇這球沒有接好 李在音的失誤 阿索瓦 阿索瓦也哇發球 選擇到了二號位的強攻 哇感覺這個扣殺的高度都很夠 阿索瓦 阿索瓦完全攔不住 可能看準的對手就是要死守金眼鏡的這一點 韓國隊在第一局當中用了非常多的二號位進攻 哇這球沒有接好 還好處理得不錯 直接打一個插上攻擊 非常平局的插上攻擊 扎拉諾瓦 阿索瓦 原本的這屆亞錦賽呢 是要在天津以及北京兩地舉行的 但是到後來北京退出 所以呢就分在天津的兩個場館來進行 天津體育館 以及天津工業大學體育館 那這次比賽如果你要看的話 票價其實也非常親民 最低的票價只要30塊人民幣就可以來看 韓國隊叫出了自己的暫停 來解釋一下 在每一局的技術暫停呢 就是8分跟16分的時候 技術暫停是60秒 那各隊叫出的暫停則是30秒 韓國隊在上一屆的亞錦賽 敗給了泰國屈居第二 今年呢就是泡菜妹子要血池的時候 那當然啦 在上一屆只拿下第四名的中國隊 這一屆兩年之後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主辦 本來是在泰國 兩年前在泰國 回到自己的主場 當然也是抽出版制 一定要打進前三名 取得奧運資格賽的門票 韓國隊給金言謹 哇這一球被打底啊 水喔 令人振奮的一球 哈薩克拿下了第14分 剛提到的這一場球是死亡之族的好久成 亡底 亡中桌邊 就是剛才這一球的意思啊 沒有接好金言謹 但是沒有關係再來攻 哇 角度非常銳利但是被對手擋了起來 自由人也擋得很好 改成中間來三號位強攻 梁孝珍 韓國隊拿下了一分 雅孝珍1989年出生 191公分 之前發球出界的新年級 在韓國隊落後三分的情況下 準備挑發 哇 結果這一球還是出界啊 4分領先的哈薩克 扎達諾娃發球 發過來才沒有兩秒鐘的時間 就被對手直接扣回來了 梁孝珍被換下場上來的是15號的文正元 也是擅長打二號位的副公手 看來在 他們的主炮金言謹 狀況不佳的狀態下 韓國隊 用其他的球員來頂上這一局的得分重人 後排攻擊 四號位強的 來一個後排啊 但是又出界了 想法很好 完全沒有對手的防守 但是一球扣出了界外 韓國隊13比15 我們可以看到韓國隊現在非常奇特發球 文正元 我們的發球專家 差一點點出了界 好在對手有碰 是大貝菲的好時候了 得手的又是金錫珍 哈薩克叫出了戰點 對於第一天進行的牙緊賽來講 有諸多風波 在賽前呢 退賽的不只 本來要跟中國隊進行開幕戰的斐季 連C組的 土庫曼 這個國家在哪裡啊 土庫曼 也宣布棄賽 而且他們跟斐季不太一樣的狀況 斐季是有 行公文 跟大會長說 我們不去的 土庫曼是 接到電話 有接到電話嗎 有接到訊息 但是一讀不回 就是根本 不知道他們要不要來比賽 到最後呢 只好取消他們的資格 所以原本16隊 現在只有剩下14隊而已 那肥水不落外人田 原本中國在A組的 牽運就近很好了 他們的對手是 北濟 伊朗 還有印度 那真的 感覺可以躺在地上打了 完全避開了對手的籃網 哈薩克 這一球 狠狠地 扎在對方的地板上面 第二次技術散擊 扣球成功的雷洛娃 抱歉 雷洛娃是自由人 沒有辦法扣球 就是又是10號 十二伯格 哇 這場比賽龍鎮虎斗 如果三局結束的話 想必 現場的觀眾 以及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都會覺得很可惜 對 怎麼樣都要打到個第四局才像話嗎 好 落後兩分的泡賽位置 值得觀察 金眼鏡 之後的調整狀況 第二次的技術暫停結束 剛才的發球專家 文正元又下去了 換上原本被換下去的梁孝珍 那塞德基納 高越發球 哇 真的是 十隨之位 百事不厭啊 又是金錫珍 在二號位 重扣得分 那剛才中華隊在第一站 對於韓國 對於泰國隊的二號位 防守也是 無解 所以最後呢 直落三輸掉了球賽 我們來看一下 哈薩克 怎麼樣因應韓國隊的二號位攻擊 有 十一號的自由人 好 維托莉娜換了上場 十二伯克這球剛剛好壓在了底線 哇 哇 運氣太好了 幸運之神站在哈薩克這一邊 十八比十五取得三分領先 韓國隊請求第二次暫停 所以韓國隊把這局的第二次暫停給用掉了 戰局吃緊 用三十秒喘口氣 嗯 對 只能出現的話 都會掉下來 所以你把手術拿出來 因為手術很弱 手術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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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趕快趕快趕快 跟大家預告一下 在明天的轉播呢 我們為大家送上的是下午四點 由澳洲對上南韓一樣是第一組的賽事 那在晚上七點半呢 就是中國 哇 終於要亮相了 中國要對上印度隊 那到時候的兩場轉播 也將繼續由我 黃毅潔為你所送上 蛇伯克再發 這一次沒有壓線了 有進攻機會 假的一個A10快攻 在四號位這邊打得不是很用力 哇 詹拉加索娃手伸得很高 球剛剛好就 掉在他的懷裡面 十三號的普真雅 為韓國拿下一分 打了一個擦邊球 哇 這次的二次掉球 二次攻擊直接 手觸到了網 阿薩克的隊長 讓他們丟了一分 阿薩克的隊長讓他們丟了一分 接的沒有很好 四號位再攻 哇 這裡吃的攻擊都沒有什麼質量 金眼景 也有機會了 這次在二號位清掉 哇 阿薩克有準備 哇 在四號位的金眼景 屢屢沒有辦法拿分 阿薩克真的是有備而來的 打一個slop 這一球就有炫了 哇 非常艱辛的拿下這一分 18比18 金眼景1988年出生192公分 由於呢 其實身材不是算特別的高大 所以他之前在排球的養成教育當中呢 每個位置幾乎都有打過 所以造就了他全能的排球技巧 那當然在第一局 我看到比較長拿分的是在二號位的金西貞 阿薩克在上一屆的雅錦賽拿下的第五名 阿薩克在上一屆的雅錦賽拿下的第五名 以 exaggerated この sul爭取的雅錦賽拿下 fire 二澤營繼續發球 在翁錦賽威 這一次的時間差公おO了 兩位選手一個打B塊一個打A塊 最後就交到了 dracnicas vår手中 一隻urk和一 schem一 也 Aladdin 哇 這一球真的是出了一口怨氣啊 金眼鏡 非常粗暴的對待對手 幹 真的是怕球位 對手籃網的高度完全不及他擊球的高度 球發得很好 沒有辦法有很好的二傳 韓國隊機會來了 哇 就定在三米線上 這下他們取得領先的20比19 攔不到啊 金眼鏡Fighting 20比19 哇 一樣在四號位還對手一次強攻 十二伯格 你看到哈薩克他們的打法真的就是以四號位的強攻 以及三號位的掩護攻擊為主 20比20 又是一次開網攻擊 這一次哈薩克先碰到網了 在防守的時候觸網犯規 哦 二十比二 二十一比二十 五神雅換下場 換上來的是自由人 五賢征 羅賢征 真的要加強防守了嗎 羅賢征 這球可以擋嗎 哇 才剛才哈薩克的觸網犯規而已 現在要換韓國隊還你一個 那分數當然就是二一比二一啦 那分數當然就是二一比二一啦 哇 直接班巴拉 在二號位把球直接塞進了場內 這是十四號的梁孝珍 一百九十一公分 韓國隊正中 就他 以一公分之差 矮 親眼睛 一點點 正中第二高的球員 換上來的自由人 碰到了球 慢慢的接的回來 落後一分的哈薩克 這一球雙人難網 啊 還是被對手進攻得分 李在一 高利妹斯二三比二一 兩分領先 要把另外一位做球手 韓素希換上來 李孝希下來休息 差兩分可以拿下第一局 金眼睛 哦 非常簡單的一次進攻 越到困難的時刻 又要選擇 簡單的方式來打 那由於被對手拿了一分 所以做球手跟剛才一樣 又要換了回來 李孝希回來了 九零後的 扎拉諾瓦 韓國隊在背後的一次快攻 齁齁 身高真的是 長得高 這個跳得高不如長得高啊 也還對手一個非常簡單的攻擊 只差一分而已就可以拿下第一局 韓國隊擁有兩個局點 哇 金眼睛的後排進攻 金眼睛在比賽的後半段復活 結束韓國隊呢 在第一局 二五比二二拿下 第一局比賽結束韓國 日本之外呢 其他的隊伍都是派出了一流的球員來應戰 那日本 因為有世界杯主辦權 所以他們已經自動取得了 資格賽的參賽資格 那所以他們派出了青年軍 來天津進行這一次的亞警賽 那剛才第一戰就非常球大的 經過了五局大戰呢 輸給了越南隊 那金銳進出的哈薩克以及南韓兩隊 把他進行第二局的拼戰 首先發球的在第二局是南韓隊 好 哈薩克 抱歉 四號為了開網進攻收到了奇笑 普真雅 聽南韓在第二局首開紀錄 哇 結果沒有發過場嗎 硬要碰的話那就沒辦法了 就發在一個很尷尬的高度 施爾伯克決定要去碰 可是把球碰出了界外 宇宅英再來 這一次接得不錯 哇 三個進攻選擇 非常漂亮 看到三位進攻球員都蹦在空中 最後是 扎納加索娃 啊 將這球重重的扎在對手的場內 對手要加一個 這個過往攻擊 但是裁判 看這球有效 1比2 非常絢麗的一次攻擊 把氣勢整個要回來了 掉到中間差一點點得分 啊 結果還是得分了 不是被黑驚大了 南韓隊馬上用掉小球要回了1分 4號的金西珍準備發球 他還是第一局 南韓隊能夠拿下勝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子 接得不好 但是沒關係 這球照樣把他摳下去 19號的 扎納諾娃 185公分而已 但是這一球打巧 從雙方 從兩名南韓隊的球員當中 找到了縫隙鑽進去 哇 這球照樣要打 太鐵齒了一點 金眼睛的炮型 哇 啊 太誇張了 這球撇斜線 居然可以撇得這麼銳利 這連金正恩都刮目相看 這看經驗精打球真的是 一大樂使 十三號的楊科迪娜上場 楊科迪娜182公分 93年出身 打一些辯證嗎 看一下 還有 喔 掉得漂亮 勉強 勉強只有回來一個薩西米 那不吃 那就說不過去啦 納賽德基納 這種球對他來講真的是探檔取物 190公分 輕輕一碰就拿分了 3比4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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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照樣是 打得哈薩克叫不敢 籃網完全對他來講沒有影響啊 在場邊正妹的注視之下 金眼鏡 直接發球的 自由人 無法處理這一球 6比3韓國隊領先3分 欺負人啊 在排球的救治的時候 沿用救治的時候這種觸網球是不能算有效的 但是在自從打了落地得分至25分之的新排球之後 這樣子 算是一次 有效的得分 泡菜妹子得理不饒人 取得了7比3領先 第一局呢 第一局呢 是到了最後的 比賽階段 差不多20分左右的時候呢 南韓才積極直追 最後拿下了第一局 那在第二局的光景不太一樣 這 前端戰 已經打了3分之1了 那韓國隊也取得了7比3的4分超前 今天只要發第三球 哇 這球擊打的電 出了一些差錯 球出界 4比7 看4號的阿納巴野王 以及19號的扎達諾瓦 阿扎克正中這個 這個發行 相當令人阻目的兩位球員 可惜這次發球失敗 讓韓國隊能夠帶著8比4的領先進入第一次的技術暫停 比起第一局的困獸之鬥打來比較辛苦 相信第二局南韓的總教練相當欣慰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戰況 我現在只能夠打倒落 部隊不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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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主教練提到的 跟隊員提醒 這個網子 在網上面的細節 希望隊員們能夠在處理的好一些 技術在停 結束 一起來191公分的中間手梁孝珍 現在負責發球 那就用中間的這個三號位強攻 懷疑顏色吧 辮子頭 阿娜巴耶娃 1983年出生的老大姐 後排進攻 哇 結果吞下去啊 在前排的4號位強攻 在後面的立體攻擊 金彥謹都叫哈薩克非常的頭痛 高度不足 連後排攻擊也攔不住他 再次打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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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他 哇 金彥謹 那剛才可能要修正一下剛才說的 他在後排韓國隊就會掉分的以前的現況 以前的狀況 完全的斜線閃過的籃網 非常其力的攻擊 還有 直接打一個A塊 在一團混亂當中韓國隊取得了11比5的6分超前 我們看現在哈薩克里一傳出現的大問題 語音未落他們又發生了一次失誤 讓韓國隊拿下第12分 發完的球馬上到前排來 李孝希做了追求 胡真雅 很輕鬆的拿分 哇 就從2號位直接斜線扎進了對手的2號位 扣在3米之內 李孝希 一點都不覺得累 跳發之後跑去做球 幾次都可以 1980年出生的李孝希 今天已經35歲了 量不足被對手救起 韓國隊打一個小吊球 多摸這一下讓後面的選手沒有辦法接到 阿娜把野王摸這一下 弄巧成拙 糟糕 現在韓國隊已經遠遠的把比數拉開14比5了 我們想說會是一場實力接近的龍整舞鬥 結果第二局看起來 哈薩克打來相當洩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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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D組當中 除了韓國跟哈薩克之外 澳洲以及菲律賓 實力其實並沒有特別好 那 不過呢 在小組賽當中 的成績是要帶到副賽裡面去的 所以才講說每一場比賽都是關鍵 每一場比賽都要盡全力拿下 就打單循環 小組賽打三場比賽 帶著戰機取前兩名進入副賽 那說到了C組跟A組 因為都有各一隊退賽 所以他們就是三取二 這就籃網的時候發生了失誤 韓國隊送給雷對手一分 阿薩克可以喘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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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輪到爆三妹的一船出問題了 男蔡允 1983年的老將 自由人 發生失誤 隊長發球 這一球發得很棒 十號位殺的也很好 以柔克剛 沙拉加索娃 尼恩拿3分的哈薩克 現在8比14 最近倒只剩6分 韓國隊叫出他們這一組第一次的暫停 有看到在叫暫停的時候呢 長邊的防護員一直都把冰袋敷在紀念錦的後輩 希望在過於密集的賽程當中 讓好傷到這一員大將 你有看到在叫暫停的時候呢 長邊的防護員一直都把冰袋敷在紀念錦的後輩 一直都把冰袋敷在紀念錦的後輩 如果這隊沒有辦法取得 奧運亞洲資格賽的門票的話 他們可能就要在世界盃 在世界盃拼搏了 那一整年下來 剛提到紀念錦 在自己所屬的土耳其加級聯賽 土耳其加級聯賽 拿下了冠軍 馬不停蹄的來到天津 加入台湖隊的大隊 這一次也太少看對手的防守了 阿薩克 籃網成功 拿下了第九分 連續拿四分 發球的還是隊長 哇 扣球失誤 古真意啊 一下子連拿五分啊 好厲害啦 多厲害啦 fashioned 踩他啦 移動間就做球 二號衛隊的被封死 可惜出了界外 一個人就把球給擋住了 可是應區稍微差了一些 再看一次 然後再強攻得手的李賽英發球 這次在跳躍方面出了一些問題 三人籃網 還是被男涵扣進了 扣進了場內 哇 太厲害了 利用立體攻擊 男涵隊取得了16比10的6分領先 進入第二次的技術暫停 說到了在上一屆的亞錦賽 泰國隊之所以可以擊敗韓國 靠的就是比較靈活的戰術 以小特大以快來至高 所以在那次的潰敗之後呢 韓國隊也回去反省了自己的戰術 反省了自己的陣容 有加強自己的訓練 所以在人穿亞運的時候 他們在自己的家裡面拿下了冠軍 那當然兩年之前的亞錦賽是 這樣子的風貌 那兩年之後 亞錦賽就是為了奧運的資格而拚活 這球沒有接好 這球沒有接好 哇 但是 扎拉加索娃照樣在三個人籃網的時候 把這球 轟出了界外 來 touch out 其實有時候 在 舉球二傳的時候 我們用下手做球 這個 在球旋轉的時候 對於主攻手來講 那樣的旋轉是非常好進攻的 哇 硬要打一個銳利的角度 但是扣在了網上 金眼鏡這次失誤 讓哈薩克水導只剩4分 阿拉巴耶瓦 正宗最年長的選手 剛才硬要扣一個3米不成 現在輕掉 有啦 在哈薩克慢慢把比分最近的同時 金眼鏡 都跳得出來 哇 一次台球已經打得這麼快了 阿拉巴已經跟不上了 還有 哇 沒了 一次的扣球成功 一次的籃網成功 金眼鏡 幫助韓國隊連拿2分 不是扣球 抱歉 是掉球 當然啦 在他旁邊 也有他的好姐妹 梁孝珍 雙人籃網成功 哇 非常漂亮的直線跳發 韓國隊拿下了第19分 目前領先7分 2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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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要跟各位觀眾更正一下 現在目前哈薩克的做球手 是9號的盧卡斯卡亞 並不是他們的背號8號的隊長 1型5分賽的 哇 又發了一擊 哇 哈薩克隊 這一局真的是怎麼打怎麼對啊 領先8分剩下5分可以拿下第二局 再看一次 金晴珍的發球 雖然看起來這個 跑動的距離很短 跑動距離其實很長 那拋起來的角度感覺上 打不出這麼強勁的球 但是其實他的發球非常有威力 還好哈薩克找到了反智之道 剛才這一球 Touch out 他們拿下第13分 大家加手啊 阿薩西米 阿糟糕 浪費一次大好機會 雞湯變清水 納賽德基納錯過一次薩西米的好機會 哎呀真要命 冠上了比較矮小的陣容 韓國隊 啊要加強後排的防守但是沒有 沒有奏效 一分一分慢慢追現在14比21落後7分 還是找金妍景 只要他在前排的時候 不管其他球員怎麼樣跑 球到最後呢幾乎都會落到金妍景的領空當中 旁邊有隊友的掩護 跑了一個飛飛 其實說真的對手也沒有被騙啊 還是 賭在他這邊 但是就是攔不到他 金隊長 猛力的發球 哈薩克選擇掉球 掉得剛剛好 就落在韓國隊手中沒有任何的威脅 這次有了 這次有了 可惜點出界 哇這局哈薩克的失誤真多 剛才 楊科迪娜在網上 把球 塞出了界 亞洲第一中砲手精嚴謹 就說嘴 就打嘴 發球掛網 15比23 哈薩克要慢慢追了 剩下8分 還有些微的希望可以拿下 還可以追進站住 Number 3 韓國又把李孝希換得上來 喔 這次發球不夠力 結果就遭到了懲罰 二號位的強攻 當金眼錦在後排的時候 拿前排 就看 梁孝珍 以及金熙珍 兩位的二號位攻擊 15號的文振元 又來可以欣賞一下他的奇妙發球 我得給 怎麼發咧 剩下一分 可以拿下第二局 韓國隊擁有9個局點 奇妙的跳發角度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可惜 這次薩西米 對手已經有準備了 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所以呢 剛才發球的 發球專家 文振元 又被換下了場 上來梁孝珍 13號的楊柯迪娜 剛才掉小球發生失誤 現在要 將功折墜嗎 嗯 也發得很棒 但是金眼錦照打 喔 殺了勒喔 第一局也是這樣結束的 第二局也是這樣結束的 都是金眼錦的後排攻擊 在第一局 三分之他拿下之後 第二局 韓國隊 二五 一樣 是 極大的差距 現在取得的體牌 發出了6技的A死球 阿薩克只有一個 那 這個扣殺成功的次數呢 韓國隊也以15比7 遙遙領先於對手 所以才以九分之差 拿下了第二局 在海港 海口 天津進行的龍針虎鬥 2015年的亞錦賽呢 是為了2016年的 領約奧運 爭奪 亞洲資格賽的 三張門票而努力 有一種說法呢 是在 本屆的亞錦賽結束之後 中國 韓國 泰國 以及哈薩克 四隊裡面就有一隊 跟奧運五員 不過呢其實在經過了我們的研究 奧運還是有很多 的 門路可以進去的 除了 現在在進行的亞錦賽之外 還有接下來要在日本打的世界盃 以及 奧運的資格賽 亞洲區資格賽 亞洲區資格賽 打完了 還有一個亞洲區的落選賽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的方法 那當然大家都不想夜長夢多 希望能夠 把眼前的先贏下來 再說 哇 金燕景 剛才掉球現在扣殺 打了一個貝飛 哇 換到後排 這防不勝防啊 當你覺得 宮崎的會是前面的三個點的時候 後面突然殺出了 一抹藍光 宮崎的 7號的李再茵 這隊發的很棒 好 張拉加索往 硬打 硬打 就被硬籃啊 才不過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韓國就已經取得3比0的領先 這場比賽從差不多7點半的時候開打 到現在還不到一個小時 先進行到第三局 韓國隊2比0搖搖領先 個人時間差 這一球 韓國在籃網的時候出現失誤 出現了犯規 就兵不寫刃的送給哈薩克第一分 盧卡斯卡亞 哈薩克正中的替補做球手 尼西姆特塞瓦 抱歉 還是他們的主發 先發球員 尼西姆特塞瓦 還在辯證球員的當中呢 哈薩克連拿2分 尼西姆特塞瓦 你看哈薩克球員在自己發球的時候 這個在往前 擺在頭上的動作 非常可愛 連發了三球了 這次再糾正 是盧卡斯卡亞 抱歉 尼西姆特塞瓦 勉強地做起來給金妍瑾 勉強地救回來 這第三下打回來 非常漂亮的防守 哇 用左手單手把金妍瑾的扣球給攻了出來 可惜在攻擊的時候直接 第二次攻擊的時候手碰到了網 又換上了梁孝珍 看來韓國隊要增強他們的籃網 金妻珍 跳發真是有威力 在做球的時候發生了二次擊球 好 裁判的眼睛非常的雪亮 主裁判是中國 中國隊 中國的女裁判 在第二局 韓國隊發出了6級ACE當中 有很多就出自於驚喜政治手 在剛剛說完又來了一次 混成了一團 韓國隊取得6比3零先 阿薩克又叫出了暫停 看來第一局 兩隊戰成20比20的那個榮景 在這兩局已經服務了 比賽開端 韓國隊就以非常強悍的球風 取得大幅的領先 第一局只差3分 第二局拉大到了9分 第三局會變成什麼樣子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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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出現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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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還有救 還有救 哇 靠著扎拉加手娃 不屈不撓的4號位強攻 要回了一分 4比6 還是給自己眼睛 單人籃網想要擋住他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哈薩克是在溝通上面出現的問題嗎 居然只有單人籃網 7比4韓國領先3分 這次華麗的進攻打成他笑 打成他笑嗎 裁判說沒有 第一次技術在這邊 背後的強攻 前面有兩位球員掩護 可惜這一球直接打出界外 進入到第一次暫停 第一次技術暫停 韓國隊8比4領先4分 這裡面有兩位球員掩護 這裡面有一個 四條都在你 就可以抓到 穩也在小邊 打開 不坐 使用長主謂 斷子雙竹子雙竹子 捷子雙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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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回 跟大家提醒一下在明天的博士運動網也將送上兩場精彩的女排雅錦賽 下午四點是由澳洲出戰南韓 晚上七點半就由東道主中國出戰印度 這球接得不好但是沒有關係 絲毫為硬扣 扎拉肉娃 這次年紀雖然很小但是膽識很大 阿薩克拿回了1分5比8 非常簡單的一次被飛 讓對手處理不及 但是這次想要送過去就有點太天真了 啊 這是挖洞給金顏錦跳嗎 這球做得太近網了 他只能夠用拖球想要把球電過去 在網子這邊已經有四隻手在等他了 自己也覺得有些無奈 再下一分6比8 阿薩克如果兩分 這球扣出界了 等待救贖等待果頭等到了 阿薩克 經過了第一次的技術暫停之後 阿薩克找回了自己的進攻 以及防守節奏 這球發得漂亮 三號位的硬攻三個人難往 還要來根本沒有過往 差哪裏喔 8比8 阿薩克在第三局把戰局追平了 韓國隊請求第一次暫停 韓國隊叫出了第一次暫停 剛才技術暫停的時候是8比4 現在連追4分 阿薩克8比8了 你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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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這裡做得到嗎 請問一下 如果沒有時間到的 不然回到的 你會比較快 你心臟有一點 你心臟有一點 你會提升的 大家相信 沒有 開箱了 非常短暫的30秒戰績 在流生一下戰績 看一下等一下主攻的 會不會是14號的梁孝珍 對少女們 零零般的笑聲 沙拉諾娃 要帶老大姐們 一起慢慢地把畢分拉開 這個就沒有辦法進行什麼戰術 就交給金燕姐就對了 這一球應該有了 硬是被救起來 晃過來這邊一樣來個4號位 兩方的大炮護轟對方陣地 最後成功的是哈薩克 楊科迪娜 在這一局好不容易 自己拿下了一分 換上了11號的金秀智 金秀智擔任韓國隊的中間手 一上來隊友就掉分 連拿6分了哈薩克 到取得10比8兩分領先 比賽好看了齁 而且秀智都上來了 秀智 MISS A 秀智 這次被飛打得非常成功 9比8 2 2 是9比10 韓國隊換上了奇兵 要回的球權 金燕景在發球的時候也相對顯得緊鎮了 哇 這次扣球 完全沒有成功的機會 提到剛剛上場的11號金秀智 1987年出生的 這次扣球 年紀還長金燕景一歲 金燕景發球直接得分 11比10 這個感覺就像NBA的雷霸龍一樣 你如果想要他不得分的話 只有讓他坐在板凳上才有辦法 不管你怎麼守他 不管在什麼樣的位置 他就是有辦法替球隊得分 當然這種不算 發球掛網 哈薩克拿回的球權 得再得1分 造成我編識困難的隊長現在上來了 尼西姆泰塞瓦 在替補他的盧卡斯卡亞上場 許久之後呢 又被換上了 又是秀智 在2號會的貝菲 看一下他的發球 形成了一個薩西米 有沒有觸網呢 結果韓國隊又拿1分 處理不好的球 兩方雞飛狗跳 最後還是落回泡菜美這邊 哇 真的是弄巧 不是啊 真的是 亂打一氣 結果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得分的是伊薩耶娃 伊薩耶娃 伊薩耶娃的五星插流 柳承知 4號位的重扣 得手的是179公分的李賽英 如果也給他輕鬆得分的話 那哈薩克 這場球就難打了 李向西的發球 非常漂亮 做到後排 哦 跳得很高 擊打的時機也很恰當 納薩克的小妹 扎納 諾娃 他們再拿1分 楊克迪娜 這球也是 扣得非常的斜 雙方4號會硬拚 最後雙人籃網 拿分的是男涵 在跳起來的時候看到眼前的竟是一片籃海 好 這球又沒有打好直接 沙西米給他扣下去 太簡單了 所以馬上進入到了第二次的技術暫停了 16比13領先 三分的是韓國隊 這次呢 在ABCD四組的小組賽 前兩名是可以晉級八強的副賽的 那16支球隊裡面因為突慢以及 斐濟在賽前 無預警的退賽了 所以A組和C組只有剩下三支球隊 那尤其是C組 C組的日本隊 他們又已經取得了奧運的 這個資格賽的門票了 所以剩下的球隊就是越南熱風 那當然這一次 不是運動網為大家送上的 就是比較精彩的 AB第三組 A組呢就看中國 B組有台灣 還有上一屆的冠軍 泰國隊 那第一組呢 就是韓國 以及哈薩克 真的在上一場轉播的時候 看到中華台北隊 泰國隊的 那樣子的球鋒 跟這一場比賽 球鋒真的是風格迥異 這球還是沒有結好 又給了對手機會金彥謹 哇 但是這一球斜線完全被 阿娜巴耶娃給掌握到 一個人就把他擋下來了 隊友在旁邊 沒有幫上忙 沒有關係 以及伍特賽瓦發球 發出了界外 在想說好不容易可以 那韓國隊取得第17分 剛才激情好像一下子又消退了 韓國隊幾隻 應該算是發球最厲害的星星針吧 目前看起來 2號位的硬攻 換到4號這邊來 還有喔 哈薩克 硬打 4號位 開網攻擊 這次的掉球 一次給他碰回去 再換2號 直接打出界了 哇 真的是苦盡甘來 哈薩克拿下這一分 古詹雅吉求出界 15比17 阿薩克落後2分 打一個被飛 鑽出來一個B塊 直接掉球成功 交叉掩護之後 來一個小球 收到了很棒的效果 又把羅賢甄給換了上來 對 以前是扮演自由人的羅賢甄 這一次呢 並沒有穿上不同顏色的球衣 換上來並不是一個非常強的發球 但哈薩克取得了先機 拿下了第16分 扎拉加索瓦 現在發球要特別小心了 瓦 發生了什麼狀況呢 知道哈薩克這邊出了差錯 所以把分數丟給了韓國隊 免費奉送1分 可能是隊長 碰到了王 金彥謹 這個發球 最後導致對手擊球出界 2號位的斜線攻擊 想法非常好 真是過點差了些 看一下在比賽因的暗號比試之下 韓國隊這一波怎麼守 載轉直線 接到了 硬攻 就好像球根本沒有過往 比賽因的這次進攻 最後是以失誤告終 再看一次 比賽接近第三局的尾聲 現在1分都不能讓 雙人籃網擋住了對方的被飛攻擊 看來剛才在第一局跟第二局 沒有辦法解決的2號位問題 現在在第三局都已經迎刃而解 現在就是要想辦法自己拿分才行 又是發球掛網 韓國隊拿下第21分 就只要發球了 他才發了一個很鳥的球 現在這球發得還不錯 非常強悍的一次扣殺 還是被擋到 金眼鏡接得漂亮啊 金眼鏡在後排也是可以做出貢獻的 非常漂亮的彎腰下身接球 非常漂亮的彎腰下身接球 讓隊友有很好的機會 可以有很好的品質的二傳以及進攻 6號的賴肅基上場 函肅基上場 他是一名舉球員 雙快攻 可惜砍出了界 戰術有打出來 但是 finishing touch就是差一些些 楊科迪娜 又是一次失誤 第26號 第28號 那剛才進來的 函肅基 沒有碰到球 就又下去了 看來剛才哈薩克得分喔 伊薩耶娃 發得很棒 硬要砍這一球 硬要找對方的手 黎賽因 想法很棒啊 下降兩分可以拿下第三局 以及這場比賽的勝利 韓國隊 又換上了 普真雅 185公分的主攻手 一下七八球 只能夠 送到四號這邊去 哇 想要掉 籃網的高度 非常的夠 連續兩次籃網成功 沒有人要打 後排攻擊 齁 莎拉加索瓦現在真的是要在 顯露中求生存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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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差兩分 對手就要拿下這一局 以及比賽的勝利了 加索瓦 趕快把球員先要回來再說 好 再打 走 一個 敬禮 好的四號位攻擊機會 走 喔 突舊非常的 其實 掉球非常的美妙 哇 哇 慶嚴謹真是厲害 哎呦喂啊 真的是在打什麼啊 還好慶嚴謹扣球出界 哇 真是火力嘎嘴 在取球員這個附近的快攻交代不清的情況下 哈薩克還好勝了慶嚴謹自己的小失誤 拿下了第21分 這次的比賽 相差的分數沒有很多 哈薩克當然覺得還有機會可以追上 第二局以九分之差 輸給了韓國隊 第一局呢 打到了第二十二分 接下來這分非常非常關鍵 揚克迪娜 準備籃網 啊 但是封出了界 謝謝 已經整個帶旦等在那邊了 可惜這扣下去 最後反彈到了還是界外 韓國隊只差一分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場邊叫出暫停 造成的間 抓起 立場跟哈薩克的子妙們的技能 對比賽第一次 隊長 宜希普特賽瓦 這場比賽大部分的時間 應該講一半的時間都在場下 宜希普特賽瓦 哇 糟糕 三方互相給對方機會 直線的二次進攻 剛剛好壓在線內 一個斜線的二次進攻 哈薩克拿下了二十二分 發球要小心啊 相差兩分的戰局 隊長非常謹慎的發球 四號威力贏攻 那就沒辦法啦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三局 最後的終結者 都是金眼景 這場比賽經過了一小時 多一點點的競爭 韓國隊 25比22 25比16 以及25比22 直落三擊敗了哈薩克 在死亡之組 第一組拿下了第一勝 金眼景 球技真的是 出神入化 那明天呢 觀眾朋友 還有機會在下午四點鐘 我們為你們送上的 澳洲 以及南韓的競爭當中 來見到這位亞洲第一位 重炮手的風采 那提醒大家 除了下午四點的澳洲南韓之外 明天的晚上七點半 也有中國跟印度的交手喔 今天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華益傑 我們明天再會 歡迎 您 有請 您 您 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